咱们这烂一点 大清国就烂一片 你们要是全烂了 大清各地就会揭杆而起 2001年 康熙王朝风靡港台 收视率高达13% 全面超过了当时最火的 雍正王朝和大宅门 甚至有人评价陈道明之后 再无康熙 1992年 正在拍摄武则天的导演刘大印 偶然在书店里发现了二月盒的小说 不经惊叹时间 还有如此旷世之作 于是立马三顾南洋 以高价买断了小说版权 可谁也没想到 后来热播的雍正王朝 几乎将康熙帝国中 最精华的部分悉数用完 无奈之下 他请来著名军旅作家朱苏敬重新编剧 两人关在屋里讨论了九天九夜 最终将康熙帝国和民间故事相结合 从而达到提高观众的可看性 1999年末 康熙帝国的剧本大纲终于完成 剧本敲定后 便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挑选演员 最开始原定饰演康熙的是演员交换 但他的年纪有些不太合适 所以导演又找到姜文 结果因为荡漆原因 姜文实在抽不开身 最后才把目光锁定在陈道明身上 然而意外接踵而至 看到电视上的古装线大多粗制滥造 陈道明并不想接 直到他看到了剧本 这才改变了主意 之后长达一个月的时间 他费尽心思搜集资料 几乎每天都会去故宫里走一走 从而找到皇上的威严与霸气 当时故宫的游客都以为陈道明是个疯子 三四个月之后 导演又把小庄人选敲定了下来 思琴高娃被内容深深吸引 当即决定拿下这个角色 2002年2月 康熙王朝正式开机 陈道明也从此像着了魔一样 每天在片场疯疯癫癫琢磨台词 往往一场戏 他要准备好几套方案 这一套不行就用另一套 拍摄康熙怒斥群臣这段戏时 陈道明看完剧本激动不已 当时跟编剧朱苏镜打赌 自己能一遍完成 如果输了 就请全剧组的人喝可乐 一听有可乐喝 几乎所有人都围了上来 近七分钟的脱稿发挥 陈道明慷慨激昂一遍通过 同时这一段也成为全剧最经典的片段 不得不佩服老戏谷的演技 情到深处的陈道明 甚至抽起了自己的嘴巴子 拍摄康熙训斥打个这场戏时 原定是陈道明训斥一通后 在病卡上不断咳嗽 但拍完一条之后 陈道明总觉得少了些什么 要求重新再来一条 结果导演刚喊开始 陈道明他先是狠狠抽了打个一巴掌 然后又给了自己一耳光 片场鸦雀无声 剧组人员直接惊呆了 在怒斥索额图那场戏时 陈道明直接拿茶水 破了薛忠瑞一脸 接着又是一顿呵斥 整个片段一气呵成 事后陈道明连忙向薛忠瑞表达歉意 可见陈道明对剧本下足了功夫 不仅是他 就连思琴高娃也是如此 为了演好校庄 思琴高娃先去故宫考察 又去找历史学家翻阅大量历史资料 结果越看越害怕 越演越胆战行精 晚上根本睡不着觉 以至于拍摄期间 每天都要靠药物来保证睡眠 一次母亲到剧组来探班 看到眼前怒斥康熙 老态中农的笑装 竟然不敢相信 这是自己的女儿 一时间激动的泪流满面 这就是演员的魅力 不仅演员卖力 剧组人员也不计成本的付出 为了拍好这部戏 导演刘大印 不仅将女儿的嫁妆 母亲的养老钱全部搭进去 还自己扮演了 颜嫔王震惊 扮演顺志的刘军 差点被火烧死 饰演周培公的李明 一个月内体重减掉了36斤 服装设计师李建群 也被拉去扮演了荣飞 其他演员也毫不逊色 如凭饰演的苏玛拉姑 天歌饰演的兰奇尔 个个饱满生动 演员演技好 剧组的外景和浮化道 更是处处惊心 宁康熙王朝时间跨多大 四季全是颠倒着来拍 外形地更是遍布达江南北 一切就绪后 只剩下音乐 为了给这部剧创作 张俊以多次和导演通宵长谈 最后几人一致决定 帝王也是人 也有感情 要打破定势 选择一个普通男人的视角去思考 于是便有了片尾曲 大男人 歌词中写道 大男人不好做 再辛苦也不说 短短两句便做到 无数硬汉心底的柔软 同样兼顾细腻与豪放的还有这首传唱度极高的片头曲 向天再借五百年 当时韩磊拿到谱子后 一下子就傻了眼 足足琢磨了十三个小时 期间还喝了两瓶红酒给自己找状态 直到第二天清晨六点 韩磊把所有人从音乐棚里赶了出去 自己关上灯 从音乐响起到结束 一遍录完 韩磊的歌声荡气回肠 深受观众喜爱 电视剧《康熙王朝》也倒进了一代帝王 渴望建功安民 却又敌不过岁月的无情 只留下了万里长城万里空 百世英雄百世梦的无尽感慨 如果以历史的角度去评判 这部剧确实存在太多印伤 但却详尽地演绎了 康熙从少不根世到参透人生 其中爱情 亲情 君臣情 剪不断离海乱 也陪伴了一代代观众的成长 当真对得起经典二字